焦焦 你怎么来了 焦焦这能不能碰是谁呀 啊你是焦焦同事吧 我是焦焦的男朋友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薇薇你先上去我一会就来好 焦焦不是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了 你来怎么也不提前给我说一声呢 焦焦我刚才已经给你打电话了 但是没打通 你都一年多没回家了 你妈也挺惦记你的 也让我来看看你 我妈让你来的 焦焦我刚才已经给你打电话了 但是没打通 你都一年多没回家了 你妈也挺惦记你的 也让我来看看你 我妈让你来的 我也挺想你的 弟子都是你妈告诉我的 那我妈还说什么了 你妈还说 咱们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让你找点回去把婚给结一下 这老太太事真多 焦焦你看我给你戴什么了 焦焦你看这是你年财养的小鸡 现在都开始下蛋了 悠阳 咱两个不合适 没发现吗 还有看你今天穿的什么呀 跟要饭的似的 焦焦 别喊我焦焦了 还有你拿这是什么呀 你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让我同事笑话我的对吗 焦焦 我没有 什么没有 你不自己看看 这是大城市 大公司 我跟以前不一样 焦焦 你变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想要的小鸡 我看你 因为你不认为 他对 如果 konsument 这个大公司 并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就能进来的 你赶紧走吧 再走 嗨 安哥 你猜我在楼下看到什么了 看什么 我看到一个农民工来找娇娇 啥 农民工 对呀 那个农民工还说 是娇娇的男朋友呢 哎呦 到底怎么是夸公寿 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呢 管好你们那张队 要不然 我让你们好看 有什么好神奇的 要不然看他给经理由于腿 才能搭理他呢 神神啊快别说了 哎杰龙哥 哎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个公司啊谈着业务 你怎么在这呢 哎呀我这等个人 你先走吧 等人在这等什么呀 走跟我一起进去 不了不了不了 哎呀走吧走走走 哎你们谁呀 你不是你臭农民工 哎小姑娘 你怎么说话呢 不是你谁呀 你管我怎么说话呢 赶紧给我滚出去 小姑娘 你是这家公司的前台吧 你们公司的代科之道 就是这样吗 你谁呀你做我们的件事 看来我今天就来对了 你们公司的员工 都像你这么没素质吗 少废话 有话快说 我这还忙着呢 我是来找你们董事长的 你有病吧 就你还找我们董事长 也不下班条照照自己 赶紧给我滚出去 哎你是娇娇的同事吧 你是娇娇的同事吧 我是娇娇的男朋友啊 好 那你们一起进去吧 走 这要是让警理知道 娇娇有一个农民工男朋友 我看你怎么办 亲爱的我先不给你聊了 娇娇 牛羊你怎么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娇娇我走可以 但你也把这些东西留下呀 这都是我妈让我们家里可以带过来的 我不稀罕这些东西 你赶紧拿走 哎 你怎么跟你男朋友说话呢 你在这里胡说妈到什么 谁告诉你 她是我男朋友的 牛羊 是不是你说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不合适 别在这里拉啥巴想吃天鹅肉 你喊什么呀 有什么话 不能好好说吗 你管得着吗 多管闲事 牛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在这里找我 你看你穿的根本要犯似的 别让别人嫌弃我 你才开心是吗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什么不是 农村人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什么不是 你这种人什么思想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就应该被别人嘲笑吗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但是 我会很自豪的告诉别人 但 像你这种人的思想 我倒是觉得 很可笑 你懂什么 现在这个社会 农村人就是丢脸 就是杀利 小小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别忘了 你也是个农村出来的 牛羊 你怎么在教育我 我告诉你 别给你脸不要脸 你 牛羊 我告诉你 我现在的男朋友 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我现在已经要在大城市生活了 已经远离农村人 远离你这种低等人 你这人 怎么这样说话呀 关你什么事 赶你给我闭嘴 你侮辱你自己可以 但是你一口一个农村人 是下本人 就不行 哟 嘴长在我身上 我爱跟人说就怎么说 农村人就是下本人 就是下贱 我就说了 你把我怎么样 别忘了 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赶紧给我闭嘴 你才赶紧闭嘴呢 因为你是谁呀 我是谁 不用你知道 哼 你也不配让我知道 那赶紧滚 拿着你的东西 赶紧给我滚 晓晓 你现在的样子真让人恶心 我不用你推 我自己会走 尤雅 你竟然敢这样说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让你听听听听 你竟然敢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木珠无人 狗眼开人地的东西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木珠无人 狗眼开人地的东西 你 你给我等着 好你牛羊 你竟然会起火来欺负我 喂 菜的 你在哪呢 我被人欺负了 快回来 怎么回来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在公司吗 对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 我在公司 公司拿了两个人 他们不光欺负我 他们还要打着我 你等会回来 他妈的谁啊 吃了熊鸡泡蛋呢 等我 马上回去 嗯 先生你快点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他以后来了 我收拾你 对不起啊建龙哥 是我连累你了 没事 放心吧 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怎么 害怕了 现在害怕已经晚了 你们竟然敢欺负我 还一会儿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小姐 你没什么事啊 高磊 怎么是你经理呢 是经理让我过来的 他还有点事没办完呢 高磊 就是他们 是他们欺负我 要是你们欺负我交姐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问问他 说了些什么 你还在狡辩呢 怎么敢做不敢当吗 装什么我妈公子 我狡辩什么了 嗯 小姐 你先坐下 我告诉你们 不管 不管交姐说什么 你们都给我好好听着 不许插嘴 懂不懂 不懂 还给我降嘴是吧 跑到我们这儿撒野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当然知道 这不就是圣洁集团吗 哼 既然知道这里是圣洁集团 还敢跑我们这儿撒野 我告诉你们俩 今天这个事儿 要是不能让我们交姐满意 我废了你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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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说话的口气 怎么不像是公司的员工 倒像是社会的大哥呀 哼 这你还真就说对了 我告诉你 我们董事长以前在龙城街 那可是扛把子 黑白两道通吃啊 哎 我今天要是废了你 也就是废了你 我们圣洁集团的实力 超乎你的想象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那引以为傲的实力 在我面前 连个屁都不是 我倒要看一看 你们今天敢动我一下试试 你口气不小啊 你的意思是 你很了不起 行啊 来吧 说说吧 你谁呀你是 我是谁 你没有资格知道 去 把你们董事长给我叫过来 哎呀 你是什么玩意儿 还把我们董事长叫过来 你这真是烂爬麻打爬去 口气够大了呀 你装逼装到我们这儿来了 是不是在装 把你们董事长叫过来 自然也知道了 你少跟我扒了没用的 今天你得罪了我娇姐 那就是没完 那我倒想知道 你们究竟想要怎么做 怎么办 小姐 你想怎么办 我帮你办 高磊 就是他 他打了我一巴掌 你给我还回去 我要让他 十倍偿还 这张啊 你给我闭嘴 牛羊 你有什么资格喊我的名字 这张啊 你给我闭嘴 牛羊 你有什么资格喊我的名字 今天这个事情都是因为我 要不然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打你就打我吧 不要再为难别人了 打你 你以为你是什么样 还有 我认识你吗 牛羊 这也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我跟你说过 焦焦 我是你能叫的 牛羊 你没事吧 你干什么呀 你给我闭嘴 高磊 你还进去干什么 给我打呀 好的究竟 你们今天 敢动我一下试试 哎呀 试试就试试 你能怎么样 你 我病 你们太过分了 我 牛羊 你没事吧 牛羊 你没事吧 我告诉你 我待会再收拾你 今天 今天我就动你了 你能怎么样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们焦姐也是你能得罪的 跑到我们这儿装逼 来错地方了你们 你们 你们也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像你们这种人 我打了也就打了 哈 你们 既然敢用这种态度对待我 你们就等着后悔吧 你这是 打算 打电话邀人啊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叫谁来都没用 高磊 你让他打 我倒想要看看 他能咬到什么人 你 听见没有 焦姐让你打电话呢 行 你们别后悔 喂 还我啊 行 你们别后悔 喂 董事长 喂 阿旺 你还真说对的 圣洁集团 果然是个流氓 你赶紧带人过来吧 我被他们拦住了 走不了了 什么 他们敢拦你 何止是拦住了我 还打了我两个耳光的 什么 行了 赶紧带人过来吧 行 好的董事长 我马上过去 真是无法无天了 你这打电话 叫来的是什么生物 可别让我 太失望了 行 我希望 你能把这种嚣张气焰保持住了 别等一会儿 再来求我 求你 你是 你是 没睡醒 梦游呢吧 求你 你是 没睡醒 梦游呢吧 听你这口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有点牛呢 就是 什么 在我们这装什么呀 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 是不是在装 等一会儿 你们就知道了 不过有一条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你们的工作 今天指定是保不住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你知道我们交警男朋友是谁吗 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有他照顾 在这公司 还没人能动得了我们 你们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们董事长 只是个摆设吧 少给我扯了一些没用 我们董事长那么忙 哪有时间管这些破事 我懒得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 咱们的账 慢慢再算 我懒得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 咱们的账 慢慢再算 兄弟啊 像这种三观不重的拜金女 还费你留恋吗 咱们走吧 行哥我们走 站住 你说谁是拜金女呢 说谁 谁知道 走 走 往哪走啊你们 谁让你去走吧 教教我们走 你还不让吗 吃你趴歪的东西 你闭嘴 让你说话了吗 你们把我们这当什么地方 这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件事不解决清楚了 谁都没想走 那你想怎么办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们现在马上跪下给我交解道歉 祈求我交解的原谅 要不然 你们俩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们现在马上跪下给我交解道歉 祈求我交解的原谅 要不然 你们俩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给他道歉 我看 该道歉的应该是你们吧 你这是还打算想挨揍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打了你 也就是赔点医药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们董事长有的事情 多的会打死你 你别再嚣张 有钱的人 我见过不少 但是 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 别以为自己 有点钱 有点实力 就可以无法无天 你还挺能夺的呀 今天我要不收拾收拾你 你还不去到个天高地厚了你 我再警告一次 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要走谁呢你 高磊 不用跟他废话 佼佼 算了吧 这件事因我而起 如果说你还生气 你又打我吧 佼佼 算了吧 这件事因我而起 如果说你还生气 你又打我吧 打你 我的手不嫌脏吗 哎 我说 你处处替他说话 你和他什么关系啊 你俩 不会是同情人吧 你说什么呢你 你不闭嘴 再废话我打死你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事儿 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你们以为 今天 就一定把我吃定是吧 我告诉你们 今天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就结束 我会把这些事情 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们董事长 你们就等着后悔吧 哼 佛大要看看 是谁在我的地盘上 这么嚣张啊 亲爱的 你可算回来了 就是他们欺负我 还打我的脸蛋了 可疼了 没事小宝贝 我回来了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我的地盘上 这么嚣张啊 亲爱的 你可算回来了 就是他们欺负我 还打我的脸蛋了 可疼了 没事小宝贝 我回来了 哈哈 经理你回来了 你是干什么吃了 你看我给你打多少电话 这点事都办不明白 这对 不是经理 你来看 剩下的事 我来解决 你出去给我看着点 告诉大家伙 这两天公司有事 都低调点 别再闹出什么妖蛾子来 哎 好的经理 就是你们欺负我的小宝贝啊 姐 王平 真没想到 在这都能碰到你 真是缘分的 在哪都能碰到你 我就说嘛 是谁敢在我地盘上闹事 原来是你不知天高地厚 真是缘分的 在哪都能碰到你 我就说嘛 是谁敢在我地盘上闹事 原来是你不知天高地厚 王平 你以为我愿意碰到你啊 你最好是把事情先搞清楚了 再说话 亲爱的 你们认识呀 何止认识 他是我的情敌 什么 情敌 那都是过去的事 现在啊 我的心里是有你 这还是差不多 过去的那种货色 也只能看上他 也只有你这种货色 你还能配得上他 你 亲爱的 你看他又说我 你少在这多这没用的 你又是谁啊 我 我是交交男朋友 什么 你男朋友 不是亲爱的 之前在农村的时候我包裹他 他现在看我有钱了 我也这样说的 是吗 不是亲爱的 之前在农村的时候我包裹他 他现在看我有钱了 我也这样说的 是吗 不是亲爱的 他找我借钱 我没有借给他 所以 他到处污蔑我说我是他的温分器 你说这种话 不觉得脸红吗 真不要脸 你怎么说话呢 说谁不要脸呢 我就说他不要脸 余剑龙 我在这给你脸你别不要脸 再说你别试试 我再说别怎么了 他不要脸 他不要脸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打的就是你 在这欺负我的宝贝 还没给你算账 既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给你脸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这家公司的经理 对吧 错 是总经理 这家公司的经理 对吧 错 是总经理 你是不是认为 你当了总经理之后 所有人见了你 都应该低三下四啊 别人不好说 但是你们俩 在我面前 就得老老实实 以我现在的身份 收拾你们俩 就跟收拾畜生一样 你以为你吃定我了是吧 你所谓的身份 在我面前 狗屁都不是 把狗屁都不是 你 告诉你 今天 不是你找我算账 是我找你算账 这么长一个天明天 你别的本事没长 你这吹牛逼的本事可长了不少啊 你找我算账 你当你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谁 待会儿自然会知道 记住 等你们董事长来了之后 我会让你当着他的面 当天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是谁 待会儿自然会知道 记住 等你们董事长来了之后 我会让你当着他的面 给我道歉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不吹牛逼能死啊 我告诉你 现在立马给我的宝贝道歉 我保证不收拾你 亲爱的 他嘴上收拾可不行啊 你今天一定要帮我出气 好的 宝贝你说 怎么出气 亲爱的 他刚刚不是打了我吗 我想让他跪下来给我道歉 听见我宝贝说的吗 我宝贝说的 让你跪下 哼 哼 没听见吗 我让你跪下 我劝你收拾点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我 我让你跪下 王平 你 你 你什么你 王平也是你叫的 你是跪还是不跪 你 凭什么打人你 你 我平什么 哼 老子说话也是你能插嘴的 你 你什么你 老子连你一块收拾 老子告诉你们凭什么 就凭老子有钱 有事 这还不够吗 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太嚣张了 过分 老子要让你尝尝什么是更过分的 宝贝 去外面叫几个人 我要玩死他们 好的 我马上就去 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 高雷 你们两个过来一趟 好的小姐走 哎呀 你来了 评格好 把他俩拽出去 好的 走 快 快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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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雷 去找点家伙事 跟他们玩玩 好的 平哥 你们废话不要胡来 否则出现什么状况 你们承担不起 闭嘴 有什么后果是我承担不起的 高雷 上 好的 平哥 住手 有什么后果是我承担不起的 高雷 上 好的 平哥 住手 董事长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是干什么呢 撒野也不看地方 这是你能撒野的地方吗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撒野 董事长 这是谁啊 这么嚣张 圣洁集团的总经理 更嚣张的一幕 你还没看到呢 行了 我看你们也是有点实力 这样 咱们各退一步 这事就这么算了 怎么样 我看你是吃人说梦话 事情到了这一步 你说算就算呀 别不知好歹 要不是我公司最近有重要的事 这事怎么可能算 我劝你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 你也不知好歹 要不是我公司最近有重要的事 这事怎么可能算 我劝你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 好好说话 嘴巴放干净点 我就不干净了 你能怎么样 别他们的废话 赶紧带人滚 小子 我是真佩服你的勇气呀 你们董事长 跟我们建龙集团合作 是处处小心 低声下气 没想到遇到你这么个憨憨 这事要让你们董事长知道了 肯定扒了你的皮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身为圣洁集团的总经理 你们董事长正在寻求 跟我们建龙集团的合作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就是建龙集团的董事长 于董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身为圣洁集团的总经理 你们董事长正在寻求 跟我们建龙集团的合作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就是建龙集团的董事长 于董 你说他是建龙集团的董事长 没错 少他妈扶我 看来 你真是不见棺材 我掉泪了 我跟他太熟了 他是我的情敌 要是换了一个人 我还有可能被你们扶住了 等着后悔吧你 后悔你大意 带给你的人 赶紧滚 行了 你赶紧给我闭嘴 看你这个样子 没什么 你们愣着干嘛 是吗 你的妈你还想骂人啊 像你这种货色打你动拳 脏了我的手 你们今天是玩大的 你们打仗 你 还想动手啊你 阿望 董事长 去 给他们的董事长打电话 让他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今天的事情 他必须给我个交代 是 高磊 你去找几个人 马上到这来 今天我非要飞 好 高磊 你去找几个人 马上到这来 今天我非要飞 好 喂 啊 你好 秦总 我们董事长 在您的健身房 请您过来一下 嗯 好的秦总 带什么气啊 方法展上的 秦总 里边有个大个儿在闹事 把平哥都给打了 平哥让我找几个人 教训教训 闹事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一个不知死国的人 在那边 糟了 城市不足 败事又鱼的东西 怎么了 董事长 我马上叫人呢 叫个屁啊 快给我走 哎 你说 你们今天死定 待会我的人来了 我玩死你们 哎 你说 你今天死定 待会我的人来了 我玩死你们 哎 董事长 您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啊 他们几个来咱们这捣乱 我安排几个人教训他们 混账恭喜 董事长 董事长 您这是 不好意思 义总 我来晚了 秦总啊 您公司的员工招待人的方式 可真特殊啊 义总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问问他们呀 你们都不换 够了 秦总 您公司的员工 可真让我讲见识啊 今天的事 我会安排我公司的法务 专门跟你们对接 李总 你看 今天的事 我会安排我公司的法务 专门跟你们对接 李总 你看 我们之间的合作 你就算了吧 李总 今天的事 都是我们的错 你有气 就冲我仨吧 李总 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个事 影响咱们之间的合作呀 你想得到没 我们的合作 不仅到此为止 今天的事情 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跟你没完 我于建龙出道这么多年 还没有被欺负成这个样子的 张二斤和一总道歉 李总 行了 对不起 行了 不要再跟我说了 现在你们几个知道给我道歉了 晚了 我今天 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 我也告诉了 我的身份 而你们 依然在 再而三的侮辱我 还敢动手 打我 现在 你们让我原谅你们 你们觉得可能吗 而你们 一而再 再而三的侮辱我 还敢动手 打我 现在 你们让我原谅你们 你们觉得可能吗 今天 我还算有点实力 我要是个普通人 你们还会这样 卑躬唧唧吗 我告诉过你们 天狂必有雨 人狂 必有祸 现在 你们就等着 为你们犯下的事 付出代价吧 李总 这 这事 您看 秦总 三日之内 我收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会呼吸一切代价 打压贵公司 直到贵公司破产为止 李总 你就给我那个机会吧 行了 我不想听你说废话 管好 自己的员工 我们走 有帮助 是 我 你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